我要跟你在一起呢 就是要接受你的全部 包括你的父母 小璐呢 过两天要回美国去了 当面说舍不得我离开 有这么难吗 对不起 就是因为风险值过高 集团公司才决定 分项投资的 老板都在这儿 你怕什么 难道也就拉着个脸 这个项目风险这么高 你现在让我把数据 重新改掉做计划 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 原太太虽然是 上北的大空之一 但是她在公司里面 很多项目都没有办法插上手 她想要立威的话 就必须做出点成绩来 这些压制的旧项目 就是她最好的机会 你现在怎么变得 这么激进了 你以前跟我说过 太激进不好 为什么现在 无论是从经验 还是资历来说 原来她都要比你 和我强太多 如果她都觉得没有问题 那我们操心什么 难道你觉得 她入骨伤悲 是想让商费破产吗 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 我才替你们这么担心 放心吧 你只要负责 把数据改掉 然后文档入档 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们来做 你觉得什么事情 也没有发生过 好不好 没有天哪儿 我不是太乱 airport了 的事情 我还是知道 我还是知道 我的人啊 我不是«你 我要跟心相对 我想去买杯咖啡 你先上去吧 我去吧 你别那么累了 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看我领带外了吧 好了 你先上去吧 我以外来找你 我不要当第二个李穆勒 就用陆六安的方式吧 就算输了 也不后悔 你不是走了吗 没去没过来 你是不是觉得去白叔叔家 演一场戏 就能把她抢回来了 我要去哪儿 要去做什么 你无关 你要去哪儿 当然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你来这儿找我女朋友 是不是就跟我有关了 你是怕把她抢走吗 你不能一直控制她 把她当真正你的棋子 不管我们俩过什么生活 那是我们自己的私事 你好像没有权利管吧 而且就算她是一颗棋子 她现在也很高兴地生活 在我这个棋盘里面 你看她认识才多久 你一点都不了解她 放弃吧小朋友 开开心心地回你的美国去 她最喜欢吃的零食是炒火豆 她最不喜欢喝的 就是她爸爸给她熬的重药 她喜欢跟朋友出去玩 一起喝啤酒 喝醉的时候因为进不了大门 所以说要骑到我的肩膀上 要翻墙 她喜欢大自然 她喜欢散步 她喜欢看星空 看星空的时候眼睛还会发亮 因为她喜欢骂你 甚至还喜欢打你 打的时候还特别疼 她开心的时候就会大笑 不停地笑 她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画画 不是因为她想要承明当一个画家 而是她在画画的时候 她是没有烦恼没有压力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爱上 你只希望她快乐 就如果她在你那边 我希望你可以给她幸福 不然我一定会回来 床打开我的告白 床打开你我都在 我们的爱 阿姨 嗯 今天你不是说李老师教你的广场舞 你没学会吗 嗯 我在网上给你下载的那广场舞的教学视频 特别好 它可以分段教学 这样子的话 你学起来就不会忘的 哎 你这个是不是不花钱呢 不要钱 那 太好了 回头再给我多找点 这样我就可以不花学费了 你都不知道 我学习舞 我得交三十五块钱呢 你看你那点出息 三十五块钱呢 没有出息 你多有出息 对啊 再加上老太爷 面啊那老脸一板 来 妈吃块红烧肉 儿子 你还记得妈还是红烧肉 我真被白疼你 什么事 我说一下 你说我跟你说多少次 你敢从现在是大老板 你吃饭吃菜都减了点 你还整天整个大锅肉呢 来 爸吃块去 嗯 嗯